针上是多少针,然后这边是知道多少个来回 对应的这边所要用到的针数是这边的针数 这边的来回数就是用的这个来回数 就是要前后,就是后面跟前面是要对应的 所以大家如果实在记不住,你就拿一张纸 写着我这边换线是多少个来回 这边的总针数是多少 大家实在记不住,你就拿纸记 拿纸一边,一边支着一边拿纸记 笔记下来 这样会比较清楚 你要脑子记的话,实在记不过来就拿纸 好,我们这边一开始是头尾丢四针 中间两针两针的丢,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收针的时候 这边就支四针过来 好,第一针调下来不支 两针,三针,四针 如果你是支着大马的,这边是头尾丢五针的话 那你这边就支五针过来,知道吧 好,我们这边四针支过来之后 然后现在换到反面 反面把线绕下去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挑下来不支,然后支一针 支到这边的时候 知道靠这个鞋头的这个地方 两针并一针 这就是收针啊,就收掉一针 好,这边就收掉了一针 两边是相反的 这边是加针,这边是收针 你要保持 保持这个鞋的这个鞋形是这样子的 鞋过来,这边是这样鞋过来 然后这边是后跟这样子的啊 好,这边是收掉一针,现在是三针了啊 我们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再朝前支两针 中间都是朝前支两针 一针 两针 好,再反过来 反过来支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然后一针支两针支 然后最后的两针又并掉 每次支到反面支到最后剩下两针的时候都把它给并掉 就是这样子啊 到正面来的时候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然后支到你一开始反过来支的那一针 再朝前支两针 好,支到这 然后我们又朝前支两针 一针 两针 然后再反过来支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支过去 后面的同样方法支平针 最后的两针并掉 记得啊 每次支到这边两针都要并掉 两针并成一针 好,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支过来 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一开始的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四针 这个四针就属于第一个来回啊 一二三 好,这边再朝前支两针 再反过来支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啊 好,这两针并一针 好,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朝前支两针 每次都是朝前支两针啊 直到最后剩下四针 剩下四针的时候就全部支过来 如果你 如果你这边支了 知道最后剩下四针的总针数 跟这边是对不上的话 那就是你支错了啊 很多人他 哎,我这边也没法说 有很多人他支着的过程中 也不知道是哪里支错了 就 针数对不上 好,最后两针并掉 就是你这边的时候 加针跟丢针要支对 这边的剪针跟朝前支也要支对啊 不要忘记 不要急 慢慢支 就特别是第一次支 或者是伸手支的时候 不要过于着急 慢慢支 把视频看清楚了 跟着视频一步一步的支 好,再朝前支两针 我们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 好,再反过来 反过来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直到最后剩下两针的时候 并掉 好,并掉 然后继续再 我们现在数一下 现在是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是一开始的 一,二,三,四,五,六 还有一个来回 总是七个来回 我说了这边的七个来回 跟这边的七个来回 要对称 这边支完了 七个来回 我们就要换红色的线 好,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好,再朝前 两针 看好了啊 我们再反过来支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好,最后的两针并掉 我们这边的黄线就制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七个来回了 从这个第一次支四针的这个地方啊 第一次支四针收掉一针的这个算一个来回 一,二,三,四,五,六,七 正好七个来回 我们现在换红线 我们把这个线剪掉啊 这边就是一开始那个红线的地方 我们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然后再拿着这个红线 红线球 然后拿过来支 支法还是一样的啊 就直接接着这边支就行了 把这个第一个黄 这边第一针要支的啊 因为换线 换线的这个第一针是要支的 好 好 朝前支两针 好 支完了之后反过来 反过来啊 反过来支 继续按照刚刚的同样的方法 这个黄线已经没用了啊 把它剪掉 剪掉 然后把这个两边这边的打个结 好 反过来支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啊 好 最后两针还是一样的都要病掉 每次知道这边都要病掉 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你不病的话 而且不是朝前支两针的话 到时候你这个针上的总针数 是你是对不上的 前提是这边要支对 这个地方要支对 所以这边才能 才能跟这边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猪猪的 这个哪边 这个小兔子的 小兔子的这个 小兔子的这个 你看这个形已经差不多出来了啊 然后后面我们继续支 这边的这个就不要管它了啊 这个线就不要管它了 回头把它藏掉就可以了 低针挑下来不支 好 还是同样的方法啊 后面这个红线全部都是换红线支了 好 再朝前支两针 朝前支两针 然后我们反过来 低针挑下来不支 好 全部支过来 好 这两针并掉 两针并掉啊 最后的时候都是两针并掉啊 你看这边的这个斜度 这个斜度就出来了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啊 把它这个后面的全部支完 直到最后剩下四针 最后就是每次朝前两针两针的支 直到最后剩下四针 就全部把它支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一开始的起针是 起的二十二针 所以我们这边收掉的时候 收到最后剩下四针 把它全支过来的时候 针上也要二十二针啊 两边是要对称的 要不然你这后跟 你说我这边是二十二 结果我这边支出来只有二十的话 两边不对称的话 到时候这个后跟就一高一矮了 就不好看了 你这边如果对不上 说明就是要么就是这个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支错了 或者是这边你减针的时候 也也是或者是这边支错了啊 所以大家在支的时候 仔细一点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这个侧面收掉 这边已经支到最后了啊 我们这边最后一次收针 然后这边还剩下四针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最后剩下四针 我们把它全部支过来 现在针上是二十二针了 我们数一下 二四六八十 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针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是朝前支的最后一个两针的时候 这边再收掉一针 然后剩下这个四针 所以针上的总针数是二十二针 如果你支的不对 那肯定就是前面哪个地方支错了啊 所以大家在支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好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我们现在就把针上 所有的针圈起来支了啊 支后跟跟这个一样 这边支十四个来回 就是这边一开始 教你支多少个来回 你这边呢 就是这边收完了 针上的针上全 针上的针全部圈起来支的时候 也就是支多少个来回 好支完了 四针全部支过去了 这边的四针 好我们现在把针上的所有针圈起来 支支这个后跟啊 这边已经算一行了 然后再支过去一行 就是一个来回了 后跟的一个来回 好 这一个来回织好了啊 我们下面继续织13个来回 就是说这边的这一个 全部圈起来织的时候 就已经算一个来回了啊 后面再继续 不加不减的 就是这22帧继续织 织13个来回 加上这个就14个了 然后两边就对称了 到时候我教大家 怎么缝合这个斜口啊 好 我这边就不跟大家一起织下去了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这个后跟织完 就是说你这边一开始 你织多大的码数 这边起的是多少帧 你这边织到最后剩下 这边收针 收完了朝前织 这边这个步骤全部完成 这边就要该是多少帧啊 就是跟这边是对等的 这边起的22帧 这边就是22帧 你织的其他码数 也是要一样的啊 织法都是差不多的 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了 大人跟小孩这边呢 具体的留针 小孩是留11帧 大人这边是留15帧换线 然后这边是你留完了之后 换线的这个地方 是织多少个来回 你自己记清楚了 到时候在这个侧面收针 收完针 就是这个换黄色线收针 收到这边要知道多少个来回 要跟这边是对称 这边是7个来回 这边就换黄色线 织7个来回之后 再换红色线 继续织下去 就是这样子的啊 中间的这个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啊 小孩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边 织完了总帧数是16帧 这边就要是16帧 16帧织完之后 小孩的这个是朝前织10帧 大人是朝前织13帧 这个到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用手机关注我们的 乔首女工全拼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里面也有讲解的啊 到时候可以去看 我们这个后跟织好了啊 这边14个来回 我们数一下 12345678 910 11121314 14个来回织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鞋面的这个整体 就都织完了啊 这边是小兔子的整个鞋头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脚后跟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到时候这个缝眼睛 我们到时候后面会 还会再就是教大家怎么缝啊 用黑色的线缝上去 不是织上去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缝合后跟 我们把这个正面放到上面 不是这个反面啊 是正面放到上面 然后拿着两个后跟把它对折 我们是从反面缝合啊 因为到时候这边会缝出来一条 杠是要放到里面的 不能放到外面 放外面就不好看 我们拿着针 然后穿到这个里面 看好了啊 是这个里面啊 然后把这个 对齐了 要对齐了啊 如果不对齐的话 到时候也是一个上一个下 就不好看了 把它挑出来 好 把后面一个放掉 然后这边就缝合掉了啊 然后再来缝下面一个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旁边 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 从这个旁边的这个洞里的 看一下 找好位置 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地方穿进去 然后把这个后面的这一个 拿出来的后面这一针脱掉 这个有点紧啊 缝出来可能不是太好拉出来 好 两针 大家看啊 两针拉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 然后拿后面的这一个 把前面的一个套收掉 就这样 就是这样收针啊 这个线放到外面 然后下面一个 就从这个地方 看好了 下面从这个缝里面 穿进去 然后拉出来 这个有点紧啊 可能弄的时候不是很好弄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收 然后再把后面这一个套收掉 好 两针并一针的收掉 这个拉长一点 不要太紧了 放松一点 然后再在下面这一个 下面的这一个里面 好 穿进去 勾出来 然后再拉出来 这个有点紧啊 所以 针拉 勾的时候不是太好勾出来 然后再把它套收掉 这样 在下面 在这下面一个孔 就这个里面 看好了啊 这个里面 好 拉出来 然后再把后面的这一个套收掉 套收到前面这个上面 就这样子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是 收掉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看一下反面 反面这边就收掉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把这个后面的就一针对应一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把它给缝合掉 就是拿着这个啊 按照那个方法 这边都缝合好了 缝到最后了 缝到最后之后 然后我们拿剪刀把这个剪掉 然后把这个线从这边穿过来 就这样啊 穿过来固定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就是 整个鞋面就完成了啊 还差一个缝这个眼睛 这个黑黑的这个眼睛 看一下啊 眼睛我们到时候会 在视频里面再教大家怎么缝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些线头怎么办 很多人就问这个线头怎么办 我们拿着针把它全长到这个反面就可以了呀 你看这样 家里如果有勾针是最好的啊 有勾针的 直接拿勾针勾一下 很方便 这个针的话可能不太好弄 我拿根勾针啊 拿一勾针弄一下 然后拿勾针把它全都长到这个里面 如果你们自己家里有的话 可以直接拿勾针 没有勾针就拿那个 制的那种棒针 棒针 然后直接拿棒针长也可以 然后把它全压进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 你藏好了之后 如果有多出来的 你可以把它直接剪掉 多出来这个小线头 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这个长线都是一样的啊 就按照这个方法把线全都长到 长到这个反面来 好 我们这个就录到这边 回头我们再教大家缝眼睛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缝这个小兔子的这个眼睛啊 就用家里有找一点点那个黑线就可以了啊 就这种黑色的毛线 然后找出来 然后拿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这么多都能缝一双多了 一双鞋肯定缝的有的多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缝的这个是小孩的 但是大人的那种 大人的那种缝法是一样的啊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图解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用手机微信关注我们的 乔首女工全拼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乔首女工全拼 然后去搜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啊 有图纸的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是先缝这个下面的这个 缝下面的这个小嘴巴 大人小孩的这个我们缝两针就可以了啊 大人我们这边是缝的三针 这个下面是缝的三针 两边是各缝一针 这样子啊 看一下 一二三第四个上面缝 在第四个格子看 一二三第四个上面缝 然后我们再第六个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上面啊 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反面把这个线给固定一下 这样拉过来 哎呦 拉过了 这样啊 留点线头在这边 然后再把它再穿一下 就把它锁定在上面 不用打结啊 不用干嘛 再锁一遍啊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数一下 第四排 第四个来回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在这个针上面 我们就跟缝十字绣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把它穿过去 然后从这边再穿出来 就缝一个十字 交叉这样交叉的形式 很简单的方法 很简单的方法的 然后再在下面这一格里面 缝两个 这个不是说非要缝的缝的特别的匀秤啊 就大概的缝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非要固定说 哎呀我这一边没有缝好 没有缝多了 缝少了 这个没有关系的 大家看一下这边是缝两下 缝两个 然后再在上面 这个地方再缝一下 好 下面这个就缝好了啊 好嘛 下面这个小嘴巴就缝好了 就是这样子啊 拉开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缝上面 上面这边是一边隔 也是隔三排 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边隔一排 然后这边再隔一排 来在一二三这边 到时候大家看图纸就可以了 图纸上应该是蛮详细的 一二三四五 也是在第六个上面 这边中间中间是隔五个 然后在第六个上面缝 这边我就没有剪线啊 直接在后背这个地方 拉了一下 这边眼睛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缝了两针啊 没有缝三针 大人的缝一针啊 这个下面是缝一针 这个地方 你看大人的这个地方 是缝的两针 一针两针 就这样 这个眼睛缝好了 我们把这边锁一下 也是同样的方法 在后面缝几道就可以了 拉出来 好 这边拿剪刀把它剪掉 然后再缝另外一个 缝另外一个眼睛 也是在这个上面啊 一二三四五六 对称的 好 把线固定一下 我这边只是教你一个 大概的缝法啊 具体的位置 你到时候可以参考 我们的那个小兔子 那个公众号里面 有那个图子 或到时候上传到 公众号里面 你到时候去公众号里面 找就可以了啊 一二三四五六 再缝几道 两边要对称啊缝的时候 你这样缝的时候看不出来 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你到时候把它伤到鞋底 把它撑开的时候 你就感觉很明显的 就这样 把它撑开的时候 就能感觉两个眼睛 一个小嘴巴 这样的啊 好这边缝完 再把后面再固定一下 好就这样啊 把它剪掉 好我们这个眼睛就缝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缝的啊 大家看一下 到时候你把它伤到鞋底 把它撑开 看一下就很明显的 好我们这个 就是小兔子的这个视频 就录到这边啊 谢谢大家